你这一回 姐 你说 妈这回真是铁的心 要跟郑叔分呢 连师哥都没酒了 我们能怎么办呢 就是啊 要不我结婚 你结婚 我要是结婚的话呢 妈肯定来参加婚礼吧 今儿呢 我把郑叔也请来 他们俩一见面 在那种氛围下 你想啊 那肯定就会 这倒是个办法 你干脆春节姐 双足喜庆 更有气氛 再加上 石河和乔悦瑞都回来 这两边一鼓刀 心里他们就和好了 你赶快给石河 打个电话说一说 行 姐 你不带着手机呢吗 你躺 行 都酒楼老板的老婆了 你说这点事啊 什么酒楼老板呢 那就是一个小饭店 再说还没开始赚钱呢 我觉得这套不错呀 花色挺素养的 你觉得呢 花色还行 不过这一五件套 我想要一七件套的 七件套就是 多两个整套而已 你们自个儿用啊 买五件套的比较合适 偏两百多呢 好 还是拿一七件套给我们看看吧 谢谢 给 谢谢 这好像还不错啊 颜色 行 那就有这个吧 好 你开张票我去交钱 那个 我去我去啊 我这外甥女儿挺懂事的吧 那是 也没看是谁调教出来的 随你 是吗 不随我 家家比我乖巧多了 你那是没发现你自己的优点 我二姐出的主意也不错 是不是 那是你二姐呢 不是你今天怎么这么谢媚呀 我说什么你的复合 你说的确实对呀 这就对了 过日子啊 就跟男人多迁就点 怕老婆男人是一等男人 那二的男人呢 二的男人管老婆 三的男人骂老婆 四的男人还打老婆呢 小蕊 看来你属于一等男人啊 那你未来的老婆肯定很幸福 你们不是 他是我二哥 我还以为 对不起 对不起 老乔 你还没说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大红包呗 钱最实在 嗯 钱也最俗 我本来就大俗人一个 哎呦 怎么承认了 我以前要说你是一俗人 你不听多少句话等着我呢 你不都说我 一等男人了吗 笑什么笑 没什么呀 没什么呀 美容你笑什么 我妈要嫁人了 我笑一个还不行啊 我高兴呀 嗯 我就假装相信吧 我把这些鱼肚鱼肠肉都埋在地里行不行 这也会过呀 这可以弄肥吗 我就是啊 我就想把那地鱼肚明天开车说 我种点蔬菜 咋还净吃新鲜的 怎么样 哎呀 哎来啦 哎呦 这你们俩来快进去 快进去快进去 来 进屋啊进屋 就不进去了 今天呢就是特意来给您送这个请柬的 啊 哎呦 你们俩要结婚啦 哎太好了 太好了 还有好事呢 让东强跟你说 郑叔叔 我们想请您为我们做证婚人 哎呦 那我太荣幸了 只是 我 我能行吗 怎么不行呢 您当过大领导 您又主持过那么多的大型活动 怎么不行呢 我没主持过婚礼啊 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您吧 把戒指呢递到我们手里 然后我们两个呢相互戴上 您就宣布啊 我们成为夫妻了 就这么简单 就像牧师一样 像牧师一样 不可是吧 我是党员嘛 郑叔叔 就是考虑到您是党员 所以呢千里放弃了去教堂 其实呢在形式上差不多 但本质上完全不一样 再说了都是自己家人 咱们就是一顿家宴 郑叔 我们可是为了您好啊 知道 太谢谢了 太谢谢了啊 在家里在家里啊 谢谢谢谢 我明天一定准时去 好啊 那郑叔叔 那明天恭候您了 好啊 瞧瞧没回来呢 没呢 她和诗和佳佳 坐一个车回来 佳佳没跟你说吗 啊 说了 我就是随便问一下 那我们先回去了 不到无座了 回去了 明天见 明天见啊 好嘞 您关门吧 明天我准时到啊 好嘞 你看看 你看看 哎 哎 啊 又领了结婚证书了 干嘛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证人呢 现在兴这个 有仪式有气氛 也能体现 东强尊重老领导 二婚了还尊重老领导 再说了 那老郑也真不是他什么领导 不算老领导 也算老前辈吧 德高望重 而且还是识和同学的爸爸 哎呀万美啊 你说吧 啊 你说你到底是啥意思 我看你啊 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没看出来啊 啊 石河跟这个乔乔他们两个 我可是看出来挺般配的 你说石河和乔蕊他俩 你没看出来啊 啊 啊 真咋的 你没看出来 妈 那天正不要走 咱们吃饭的时候 汉萍到点跟我说了一嘴 我一看他俩不对劲 我就问了石河 石河说根本就没可能 他说他跟他只是一前一后 或者是忽前忽后的关系 忽前忽后 啥意思啊 那天 他们俩不是一块开车走的吗 就是这 他们俩绝对是没有可能 他还跟千里说呢 这世界上啊 只剩下了乔柳一个男人 他跟他没戏 这 啥你 他越这么说啊 越有事啊 他喜欢乔乔 那乔乔呢 当然也喜欢他了 是 哎呀 我这些天哪 我就反来伏去地想啊 我就倒回来这么想 他俩也是吵吵闹闹的 其实就是谈恋爱的 真的 我都差点给人耽误了 那怎么老糊涂了 你说 我头一天还叫人 我石河呀 你管瞧瞧叫二哥 这我这不糊涂吗 叫什么二哥呢你说 我现在我这现在明白了 反正还 还不算晚了 是吧 真的 两人还能 成全他俩 你不能原谅郑叔 是不是为了成全 石河和乔瑞 妈 你别想那么多了 我现在呀都想明白了 你面子只几个钱呢 管别人说什么呢 我同意你的观点 我以前就这样 我不怕 我不怕别人戳我金的骨 但是 我看出来了我归你 为了承受我跟郑叔 哎呀 真是我的痛苦 我跟你郑叔 要是好一天呢 石河和乔婷 就不能好 所以说 我必须离开 那现在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让我和老闺女结婚 成婚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很简单 回来了 别说一个字 保密一下 一个字都怎么了 保密啊 来啦来啦 我如花四亿的女儿 回来过年来了 请吧 老妈 欢迎仪式赠的 浓重了 大姐 怎么着啊 姚彪 来个美式大拥抱啊 对不起老妈 我开玩笑的 您别生气啊 你小的时候 我就抱着你长大的 美式大拥抱 送上 来 是真抱啊 来吧 亲爱的 抱起妈妈的怀抱 幸福相不了 这老婚女啊 饿了吧 我不饿 妈妈去给你做饭 不用不用不用 妈 你坐 我们呀在路上吃过了 你甭管了 你们 你们谁啊 佳佳 还有那个 乔瑞 做他的车 一辆车不是环保吗 最主要是为了手油钱 跟路乔飞 那我先进去换衣服啊 一会儿再出来 妈 我自己来就行了 我又不是客人 嗯 我弄吧 吃不了你几天了 又胡说八道 我还等着您伺候我一辈子呢 哎 你也该成个家了啊 自己伺候自己吧啊 我现在这样挺好的 主要是您 我怎么的 我真挺好 主要是我 我看主要是你 过了这个年呢 三十多岁了 这三十多岁的人 中国人还这样 你没到三十五啊 快三十五了 你还没到四十吗 快四十了 你看 真抓紧点啊 行了 知道了了嘛 那个 明天二姐那个你去不 去啊 咋不去呢 郑叔也去您知道吧 知道 怎么了 没咋呢 我就问一下吧 她去反正是 我真有点 麻烦 但是我也不去 我跟你说 你二姐不得狠死我呀 哪有得是我偏心眼 那么一见破花价山 咋倒过我多少年 啊 就这么大事 我再不去的话 你说 不得恨我到死啊 你说 哎呀 这说明二姐呢 嗯 特别在意你 我们都在意你 爱你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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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 嗯 晚上要渴了呢 那个 以后把水给拿进来了 嗯 不用 妈 嗯 那个 我打个工作电话了嘛 晚安 哦哦 你安我呢 晚安了都 你不自己 先进来 睡了 这才几点呢 原来不是有婚礼的吗 不能灰头土脸的呀 又不是你的婚礼 你再鲜亮 焦点也不在你那儿 平是吧 刚改过自信老毛便又犯了 有什么事 好像有 什么叫好像有啊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好吧 没有 没有挂了啊 挂吧 你真没事 倒晚安算不算有事啊 算啊 那你说呗 晚安 晚安 拜拜 都拜拜了 怎么还不挂啊 等着你挂呢 这女士优先 拜拜 拜 拜拜 好 好 谢谢 你好你好 谢谢 哎 妈他们来了哈 来了 来来来 来来 这正叔啊 恭喜 恭喜啦 你别恭喜我呀 应该恭喜东强和钱币 秦阿姨 更应该恭喜您 您又多了一个好女婿啊 你瞧人家 瞧瞧多会说话 丈母娘疼女婿 喜欢女婿那是天明地义的 请 请请请 你先走 哎呀 请吧 走走 你今儿倒是的特票 一点都不回头突然 讨厌 刘委员长 现在 我荣幸地宣布 孙东强同志 和张千丽同志 正式结尾夫妇 放动 好 攻 行 千丽 接你 珤瑶 pied 千丽 我 hair 千丽 好 好 好 郑叔 郑叔谢谢您为我们主持婚礼 应该的 应该的 妈 好好好 他这么说 你说上去 好 那就 祝你们二位恩恩爱爱 白头偕老 谢谢您 好好好 来 咱们大家都举起碑来 为新人祝福 祝福一对新人 幸福美满 干杯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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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哪 二五 啊 呀 哦 离开 战 不是 给你 帅哥 老板 你 颇有点划清界限的意思啊 这个 矜持嘛 大庭广众之下 是吧 可以理解 可我的感觉 你就不要瞎感觉了 你呢 是数长颈鹿的 脖子太长 供血不足 导致反应太慢 早上踩你尾巴 晚上你才叫我 明白吗 你是在责备我 对你反应太迟钝是吗 敏锐啊 现在敏锐还来得及吗 反正我现在是喝多了 说什么都不作数 也不负责 那就说点不负责任的话 我想听 真想听啊 特想 二哥 摔疼了没有啊 我看看 我看看 哎呀 轻一点 犯坏美好下场 害人如害己 知道吗 别笑了 哎呀 轻 钱阿姨 那个食喝 有点喝多了 没事 我没 我没 你看 你看你看你 食喝喝瞧瞧 这是天生的一对 真的 天生一对 哎呀 你还不明白啊 你这个嘴 我真不愿意跟你说 宝宝吧 你都跟我说过 说咱们呢 应该再推他们一把 宝宝的话 行了 我就实话实跟你说了 说 宝宝跟我说 原来我吧还在怀疑 好笑死在谈恋爱 可是宝宝也跟我说 姥姥啊 人家就是在谈恋爱 哎 连家家都看出来了 你看看没 哎呀 那想两个小屁孩 有什么可说的呀 爷爷 别小瞧小屁孩 小屁孩啊 那钱天津庄啊 可比咱们强力多了 我跟你说 比你我都最强了 你说 宝宝该不会是 该怎么的 他就是了 他也应该了 他多大了 能够过去找他娶媳妇 可屁的了 你这样 你分头 啊 找他们两个人 谈谈 谈什么 你说谈啥呀 谈了 两个人 哎 明白了 我去 听一对 但是咱就像真的似的啊 听不听见 还不明白呀 真的还不明白呀 行行行 哎哎哎哎哎 你们俩别再喝了 都喝那么多了 还喝呀 哎 这姐 我们再喝两瓶都喝了 好 小屁 你什么时候走啊 还没定 公司初六上班 我初四值班 你应到肖去一趟吧 行啊 大姐有事啊 去了再说 好 坐吧 坐 十二十四 十四 这不算不算 十四十四 天哪 小姜 花鸭水起来 快去去去去 好呢 给红包了 河头 我先来我先来我先来 我先来我先来 祝姥姥 福如厕所常流水 瘦笔假花不老揍 小坏蛋 来 一个 两个 三个带想了 谢谢姥姥 姐姐 姥姥 我祝你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好孩子 谢谢姥姥 谢谢姥姥 哎 哎 哎 我的翘翘小龙 谢谢你带给你 哎呀 你不来我还叫你 你自己出动来了 行 我叫翘翘的 小龙的 好 谢谢妈 千里啊 哎 妈 这给东强的孩子的 哎 你也包个红包 送给人家孩子啊 哎哎哎 行 东强 快来快来 妈呀给盈领的那个 鸭翠签 妈这你看 要不这样我替孩子 先谢谢姥姥 哎 请多日快 妈 我的呢 你的没有 怎么还想给你一辈子 怎么没有呢 去年你还说甭管什么时候 只要没出门这都有 去年是去年 今年就没有了 没有算 郑叔 哎 给您半年了 哎呀 好好好 熟红包准备好了 来来 真的 来来来来 郑叔 可以跪了啊 都有了 注意些 都有都有 来来 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真的不合适 我说不合适就不合适 我说不合适 我说不合适 真的 不合适 妈 就过年嘛 是不是 过年就高兴嘛 我说不合适就不合适 对对 田阿姨 对 过年的时候 长辈都应该给小孩子压岁钱的 没别的意思 郑叔 哎 瞧瞧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爸 走了啊 对对对对 那赶快走了啊 去去 那我走了他妈 走了郑叔 对 走 妈 那我们也走了 爸 白山喝的有点高 回头啊 我得给他洗洗酒 嗯 先回去吧 走了白山 咱们走吧 嗯 走了 哎 他姐夫咱们都走了 妈 明天啊我给你打电话 等你起了 我们就带小龙给你拜年啊 妈 我跟走了 你先先先 哎呀 走了 秦阿姨 我们也回去了 爸 那爸走吧 走走走我送你 我也去吧 好 我也去吧 妈你这是干吗呀 不就是一点压岁钱吗 就算您不想跟郑叔再怎么着了 当这么多人的面 您让人家多尴尬呀 我就是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让他们都知道 别一天阴阳坏气的 一出接着一出的 谁一出接也出了 没人管你这事 谁 说谁呀 你们 你们 我没说错 欺人欺太正了 妈 妈您就别忙活了 这儿有服务员 有谁 服务员不回去过年呢 姐夫你甭管他 约人累就自己累着 不是 这个 师哥 饭 哦 你 你 好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呀 就因为我爸去这趟美国就成反动派了 老人有老人的想法 咱们今天呢不说这个行吗 我找你来不是聊这个的 那还有什么事啊 你喜欢我们家石鹤吗 大姐 怎么问这个了 我们家宝宝啊 说你和石鹤在谈对象 我和千丽呢也有感觉 就是想问问你 这怎么跟您说呢 那个 其实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我跟石鹤 其实我们俩是那个好同学 我知道你不用说了 你要喜欢石鹤你就去追 我们家石鹤配得上你 那当然 那当然 可是那个 乔乔 你千万不要有任何顾虑 我们全家人都同意你们俩 全家 我和千丽 汉民和董强 还有家家宝宝 最主要的是我们老妈 那秦阿姨 你千万不能跟石鹤说 任何人都别说 懂吗 不懂 可是 其他的你先不要想 就赶紧把你和石鹤的关系 往前推一步 免得夜长梦多 让老太太心里也很难受 石鹤可贼得很 你要慎之又慎 一丁点都不能泄露出去 知道吗 这可有难度 那石鹤也太了解我了 那你得赶快呀 这女孩子 一旦要是谈起恋爱呀 就特别傻 特别不聪明 你这个当律师的 不就是颠倒黑白吗 我相信你的能力 他简简这话说的 什么叫颠倒黑白呀 行 那我爸跟秦阿姨的事 至于他们两个吧 等你们俩什么事烙听了 咱们再商量 师哥 我要不要进去 跟他妈打成招呼啊 不用 其实你也不那样 咱妈也是 怎么咱妈咱妈的 我都不想叫他妈了 我已经收到 Chris 你也不想一把 打扰 打扰 我都不想有一点 我都不想握 你一定要不撰 一都不撰 你不撰 我心里的 我心里的 别生气了 再怎么着也是你妈 我倒不是生气 我就是替你爸打抱不平 我妈这回实在是太过分了 没关系 我爸早就没事了 我出来的时候 他兴致勃勃地上网斗地主呢 是吗 我爸那个人非常理性 自我修复功能强大 当年我妈去世的时候 她也特伤心 可很快她就恢复正常 该干嘛干嘛 这也是我对她不满原因之一 可是 我觉得郑叔挺感性的 那是你不了解她 当了一辈子的官 还剩下多少真情实感呢 我估摸你妈最终拒绝她 也是因为看出她这方面有毛病 过于实际缺乏激情 郑叔实际吗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就别逼着我说我爸坏话 想她那些不好了好不好 本来父子关系刚缓和一点 这回头一看哪 新仇旧恨沉扎于孽又都犯上了 没准啊 我又怨恨你他来了 对不起 我不说了 我已经知道了 我做了一个什么好多事 我安静了 别烫点 谈恋爱的感觉特好吧 让我想想啊 太久远了 我都有点忘了 不要逃避现实 就说现在 还不错吧 嫁给我吧 你这算是求婚吗 要戒指还是要我跪下 都要 戒指明天补 至于下跪嘛 一会儿回去再跪 行吗 跪酒都成 回去 回哪儿去啊 回家里呀 太快了点了 还快呀 咱们俩这恋爱都谈了十多年了 这回就直奔结果一回吧 谁跟你谈了十多年了 变书的时候 我压根就没有注意过 你这个人的存在 还嘴硬 我转学来的那天 你坐在第一排 看到我你眼睛都直了 热辣辣的目光 看得我脸红心跳 你别不要脸啊 我那是看你吗 我是看你裤子上 那两块大补丁 我当时还想呢 不是说这人是干部子弟吗 怎么还穿戴补丁的裤子啊 说漏嘴了吧 连我的家庭情况都莫清楚 去去去 你别自作多情 说实话 我真没太注意你 是我们女生宿舍的女班长 头天不是在办公室里见着你了吗 回去就一都描绘啊 说这个男生怎么帅怎么帅 搞得我们女孩子都特期待 对 你是不是也特期待啊 说实话 反正 那就是因为那个期待值太高了呗 所以见到你之后就失望了 以后我就没再注意过你 你想不想知道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的呀 第一眼 对 第一眼 真的 真的 那 那你当时什么感觉啊 我当时吧就特纳闷 这男孩女孩啊小脸这么黑 我 初三的时候我还注意过你一回 当时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 题目叫三月里的一天 写文文礼貌月的事儿 所有的人写得都挺没意思 你写得也不咋地 不过语文老师 琢子里拔大个儿 在全班念你的作文 有一句话 我觉得你写得挺有灵气的 哪句话啊 你写 那天 汽车一路打着格就到了目的地 当时我就想 这小黑丫头还真有想象力 嘿 不错 我喜欢 呀 你这么早就喜欢我了 真能忍呀 错 我也就关注了几天 后来你一直没有更出色的表现 我就不再注意你 谁说的 我一直都很出色 老师经常念我的作文 笑什么呀你 初一 初二 老师从来没念过你的作文 为什么到了初三就经常念了呢 什么为什么呀 我写得好呗 你是不是在宿舍里 曾经赞美过语文老师的肩下巴 特别幸好 你怎么知道的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 反正我就是知道了 既然能传到男生这边来 也就能传到 宇文老师的耳朵里去 从此以后 性感的肩下巴 就开始屡屡地在载全班 朗诵你的作文了 美人际终于奏教了 哎呀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就把每个老师的优点 都提炼出来赞美一下 那我岂不是门门都是课代表 那倒未必 因为宇文老师对你的宠爱 引发了全体男生对你的关注 从此以后 你的名字就屡屡出现在 男生宿舍的夜话节目当中 我也从那个时候 开始真正注意到你了 那说什么呀 真想知道啊 那会儿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就是哪个女生的胸 又长起来一点 一到这个时候 总有一个男生在那儿嚷嚷 那个张师傅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老不见他发育啊 你给我站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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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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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乔那话的意思啊 他俩近点了还不错 怎么个不错法 乔乔说提起过 不过现在没有 那你再吹吹他呗 我还吹什么呀 那好像咱们特巴逆人家 生怕石河嫁不出去是吧 我呀就怕石河嫁不出去 真的 啥事都得趁热打铁 你看那石河那样 还真捧着 捧啥呀你 把人家 我跟你瞧瞧那热口劲 捧没了 我看就完了 我和你正说我们两个 行行我也不说 不说 反正你 再吹一吹 你直接跟那个瞧瞧他 你就说你们俩啊 老大不小了是不是 不是 你该解决了 就这么说 就这么说 我再盛点去搬他正好 妈 别再弄了 石河吃不了 俩人呢 我说你还是 没事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 何况我也不丑 不是 不是 我是说 你看可是那 你别可是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 跟大姐一公布 咱们俩也好继续往下进行啊 进行什么呀 结婚哪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也该有个老婆有家了 你别老不老的 亲着乖别扭 都到这份上了啊 你嫌别扭可都晚了 来了 来了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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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都没 没找条件 大姐 路上挺顺的吧 挺顺的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大姐呀 不是 那个 今天正好没事 我的车又出了点问题 所以我让她也帮一忙 车怎么办 没事这小问题 我请你们俩吃饭吧 对 宝宝就好饿了 饿了 饿了 前行第后背的 你想吃什么呀 三八请你 都行 随便吧 什么叫都行啊 那就画面面了 别别别 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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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你 走了 没想 我会亲承那个 п消炭 酷 谢谢大家